今天是11月28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A股又跳水了 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产 但是这个产相对于散户而已 因为散户你参与的是什么 是权重板块上证的 参与的是创业板的 那么创业板也好 这个上证也好 最近的时间你会发现它非常之弱 不管你参与哪些板块 几乎都很难赚到钱 除非你运气特别好 买了一个什么 买了一个特别流的票 大多数票都是下跌的 可是散户在水深火肉当中 我们有一部分人 却吃了大肉 就比如说北镇武林指数 早怕一度大跌超过六个点 但是现在发红了 今天去抄底的朋友 估计又是撞了一个大长腿 那么在前面几天 很多人是撞了盆满 这明显就是一个 非常巨大的一个差异化 但是我们的散户朋友们却什么 却没有这个权限 这种环境下 其实散户是最难最难的 为什么呢 从今天的盘面 我觉得大家要认清一个事实 什么事实呢 就是油资也好 基金也好 包括一些外资也好 他们都在利用我们A股的这个什么交易细则 交易规则来获取利润 但是散户没有这些权限 只能成为被载的羔羊 这也就是当下A股为什么总是涨不起的 原因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北交所 北交所近期出现明显的暴涨 昨天晚上在什么 在多个利空的压制下 今天大低开 但是现在已经发红了 说明有资金还在抄底 有资金还在这里住 什么利空 大家都知道 网上报出消息 是我们的北交所里面的一些涨幅 就到了一些龙头停牌了 被监管了 还有就是有一些涨的比较多的一些票 大股东在高位减持的 所以他压了一下 但是今天再次的上涨 说明一个态度 什么态度 因为其他A股市场都不好炒 只有这个方向可以炒 对吧 这是牛资的一个主账场 牛资前段时间在主板也好 在其他市场也好 被量化资金是吧 收割的很厉害 那么牛资要在北交所的方向 打一个翻身仗 要把这个钱全都赚回来 所以这段时间 北交所概念股炒作非常的疯狂 因为它有一个优势 什么优势 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北交所概念股的 它相比起主板 相比起创业板 它有两三个非常特别的东方 就比如说北交所 它没有什么 没有量化的砸盘 就说你炒作起来 你拉起来 它不会出现量化的批量砸盘 还有一个就是北交所 它没有融圈做空 它没有融圈做空 对不对 不会通过什么高位的融圈来砸盘 另外一个北交所这个位置 很低 很多票都是什么 小市值 另外一个拉起来很轻松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北交所是很少有散户参与的 那么散户不参与 牛子想怎么拉就怎么拉 但是也透露出一个问题 但一旦拉到高位后 也可能会出现产杀事件 这就是当下北交所 为什么出现那么疯狂上涨的原因 就说白了一个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没有融圈砸盘 又没有散户的行情下 只能说是什么 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爆炒的 我觉得这里是牛子的一个什么 一个的新战场 它就是要什么 要借新战场赚的更大的一个利润 基金参与的是比较少的 我觉得基金参与北交所炒度 应该是比较比较少的 主要它是牛子 好 那么牛子由于在前期的主板市场 是吧 没赚到钱 在这个创业板市场也没赚到钱 然后被量化给收割了 那么好 现在就回到我们的主板 大家看一下主板也跳损 那么主板为什么跳损 但如果仔细看的话 最近主板之所以被压下来 主要原因是什么 超级权重的杀跌 超级权重的杀跌 那么把超级权重杀下来了 那么对散户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难过的行情 但是我告诉你 对散户来说是难过的行情 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说 它就是个好日子 什么好日子 它可以在股指期货市场开空单 它可以开很多空单 以后借助超级权重的杂盘 以达到压制股市的目的 以达到赚钱的目的 是吧 就比如说基金 还有这些外资 包括一些什么 包括一些做空资金 他们就是主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什么 通过融券砸权重股 达到做空指数的目的 然后在股指期货市场获得距离 因为他们股指期货是带杠杠的 是吧 在股票砸一下 没关系 大部分我砸了底底的 我再买回来 做个插价 它是什么 它是属于一个反复的收购 你不要看这个权重砸下来了 对吧 就比如说它近期砸的是什么 砸的是大金融方向 你不要以为它大金融亏了 那我告诉你 它说不定在某一个底位 某一个低位 突然就是全量 全部放掉的一个买进 大量的买进 那么它这段时间亏的 可能就是什么 在这个低位全部赚回来了 同样的 又可以在股指期货市场获得利润 是吧 股指期货市场获得利润 股票砸盘以后 以低位再买回来 成本又低了 对不对 这何乐而不为 是什么 双向的一个赚钱 双向的一个收购 但是这个市场只有一种人 是吧 是韭菜 是被窄的 那就是散户 散户什么 散户没有这些权限 所以不管是外资金好 不管是这些做空的资金好 不管是基金好 他们都是利用 股市里面的交易这些细节 交易的一些漏洞 来赚取差价 来赚取差价 不要跟我说什么价值投资 我告诉你越好的票跌得越猛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 越差的票越什么 越是没人要的票 越是涨得好 大家去看一下 近期市场到来 牛股 腰股有几个是业绩好的 有几个是什么 是盘子比较大的 有几个是什么是好业绩手 几乎都是什么 都是一些边缘化的票 差的不能再化的票 对吧 他偏偏涨起来很疯狂 大家觉得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行业下我们的市场已经是非常畸形 那问题来了 接下来我们get one 尤其是散户朋友们对吧 尤其是在近期 我一直强调大家可以潜伏到大金融方向 结果大金融银行证券跌了 那么很多可能亏损超过三个点 也很多可能是亏损超过五个点了 中午还有人跟我说 杨先生我的银行亏损三个点 我要不要割入 有人跟我说我的证券亏了五个点 要不要割入 大家看一下银行 那么银行在这个位置 他跳水真的是什么 无厘头的 再看这个位置 一路震荡走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k线 我们看一下k线 你发现没有 银行它已经到了前期的低点附近 其实这个位置的支撑位是非常强劲的 它还在杀 那为什么会杀 如果说你说银行有什么利空吗 银行有什么业绩不好吗 其实你这些都找不出来 那么这里杀爹毫无疑问 就什么就两个字 什么字知道吗 没钱就是亏损 对不对 就是说你买银行股的话 赚不到钱在亏损 所以就没人来 大家觉得是不是 你买这种银行股 你看近期它一路走低 一路走低 你是不是在亏损 那么你越亏损 它就越没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些资金就越通过什么做空 你达到它的压制指数目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被恶意的针对了 银行股在这个月是被做空资金 被某些外资恶意针对了 就是通过做空你的大金融 做空你的全种股 达到压制指数目的 达到什么股指期货赚钱的目的 所以它是被恶意的针对了 所以散户在这里面 如果你去参与这个的话 可能是套座 可能是赚钱 磨得你什么心里很难受 但是我告诉你 在这种情况下 反而是什么 是要注意机会随时都有可能领来 因为你想想 它在这个位置 是吧 在这个位置砸盘大金融 砸盘大金融 它在国子西欧市场开空单 空单肯定是赚钱的 对吧 好 一旦它空单获利了结的话 它会马上在低位 会大量的买入权柱 或者买入银行 那么银行就会促进一个反弹 这是出现大反弹 那它的这个前期 前期在砸盘过程中的银行股 它可以在低位全部买回来 甚至可以以更低的价买回来 做一个差价 那么它的银行股的成本 是不是降低了 银行股的成本降低了 好 它股指期货又赚了钱了 那它是不是两方面的收割 所以大家看到近期的权重果 尤其是超级权重的大盘 是有这方面考虑的 不相信的话 我们来看创业马 近期是不是越走越低 是不是也是走出了一个什么 一个下行状态 但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 大家看 它的走势 伶德时代 你会发现伶德时代是吧 在前面这一波反弹后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我跟你说实的话 伶德时代这个走势明显的不正常 天天在走低 那连个现状反弹都没有 这明显的是被资金给针对了 明显的是被恶意给做空了 对不对 他们做空 您的时代就是做空创业版 做空这个新能源 你达到什么压制指数目的 做空指数目的 所以他们在什么 不遗余力的压制我们的盘面 不遗余力的做空我们的超级权重 我们的大风骨 那散户朋友们 没办法 你在这里 不管你是追高的 不管你是低息的 你只能承受损失 你只能看着他天天跌 心里非常的难受 选择躺平 还有一个就是证券 证券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 尤其是散户转光源都高的 也我一直强调大家 证券急跌急撒可低息 急拉冲高不要追 这个说了很多回 可能很多人说二阳先生 我在30年线 我在60年线低息的 我也亏了三个点了 对吧 但我觉得没有什么纠结的 你在这个位置亏三个点 怕个啥 对不对 你在这个位置亏五个点 怕个啥 后面一反弹我就上去了 但是你在这个高位追进去 可能你亏损八个点了 可能亏损十个点了 对吧 你会很纠结 我到底要不要割了 我告诉你 证券在这个位置 它其实就是一个底部去接 现在大家都在赌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就比如说正确跌跌跌 大家都在等 哎呀 什么 这个重组的信号总是不出来 那么是不是就是一个坑人的 我想告诉你的 一旦这个重组有消息出来了 他是不是会出现一个长阳了 一个长阳放量了 如果是这样子 你看很多的票 很多的板块 你大家会发现 前段时间 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阴跌 这里跌一下 天天跌 接着你受不了了 你看突然一下子 在这个位置 突然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 拉起来 也要再拿一个大阳线 往上进攻 他趁着突破这个高位 大家是不是 是不是经常放在这种票 或者说这种板块 说白了就是什么 就是利用什么 那样 数量的一个极致的洗盘 洗掉不经济的一个投资者 洗掉一些什么追高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位置追高了 那么这里一跌 你就受不了了 但是你认为潜伏的 反正我就是在低位潜伏的 等到你反常拉高了 拉这个钱高附近 我就检操 那么你就不会纠结了 一个点也是亏 两个点也是亏 三个点也是亏 五个点也是亏 反正我就在这个低位潜伏 你拉到这个位置 我就考虑检查 不拉上去我就行吗 先看一下 多看一些 对吧 那么这个就没纠结了 但是你在追高 割入追高 那我觉得你反复做的话 那么做错了 那你会很难受 损失会很大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正确板块 你有会发现 他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明显的分化行情 你看正确板块 今天还是有几个红旁的 信达 国联 资商 中原 你会发现 相比说信达和国联 他们属于什么 属于次新股系列 对吧 另外一个 他们也是属于国企改革意义 有并购重组预期的 像这种类型的票 关键是什么 你追高就难受 你看这种票的话 在早盘这个位置追进去了 估计现在是非常郁闷的 对吧 我又站岗了 以后明天再来个低开 下跌 我到底要不要割入 其实这就是策略 什么策略 主力资金的一个什么 一个策略 拉高急拉出货 你要急跌急刹又接 人家做的是这个策略 但是如果你做法 对吧 你就很难受 很难受 你看像国联 对吧 他也是前期经过一波 快是不是上涨年底下回踩 是吧 他也回到强制常委附近 他也是有并购重组预期的 前前面我跟大家讲过 国联证券的话 在很多年前 他跟国金对吧 有并购重组的计划 虽然说最后告吹了 但是不能不说 他确实有什么 有预期有现实 还有你看 浙商还有中原 包括新南这些是红盘的 可能大家会发现 亏损最多的是什么 是后排的 你比如说 跌在别多的华欣中金 对吧 这种是华创鱼系 中国银河这种亏坑人的 像这种票的话 华欣昨天拉高 今天这直接就不要了 那么昨天追高的 我估计今天是什么 杀千金都没有了 甚至有些人说 我的腿拍肿了 也就这么回事 那么像这种的话 你只要盘中吉拉不追高 那我觉得没问题 是不是 你还比如说像这种 像中金 中金估计很多人是上当了 尤其是在这个位置 尤其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参与进去了 可能现在亏损幅度比较大了 有些可能已经超过五个点了 甚至有些人达了八个点上下了 对不对 那么他就走出了一个明显的A字打 那么中金为什么会跳水 其实这年两天跳水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公司有什么 有解禁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又感觉很无语 为什么呢 我仔细看一下 他说这个公司解禁的话 金额大概在800亿上下 大股东是谁 是汇金 中央汇金 汇金说我承诺了不减持 汇金说不减持 那么其他股东的话 减持金额加起来大概就是23亿上下 那你想想1000多亿的盘 1800多亿的盘 也就那么20多亿的一个减持规模 怎么就那么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大的一个跳水 把那个带沟里去了 我觉得这里是不是 支不助力 资金又什么 又借机做了一个局 在这个位置 拉起来 然后在这里又反压一下 把这些什么 把这些投资者又给洗掉 说不定随时都在拉起来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中心在走出这种什么 这种走势 所以我强调了很多次 你只要不在高位 就是前高附近去追 问题多么大 在前方附近的追进去的人 我估计现在啥星期都没有了 你看最高45 现在39 跌6块钱 6块钱多少 10个点 十几个点了 对吧 如果你在这高位追进去 现在就是亏了十几个点了 所以你会很难受 哎呀 想着我到底要不要割入 不跌入的话 他今天跌两个点 明天再跌两个点 后天再跌两个点 跌到这个你怎么办 那我不就亏大了吗 是不是 但如果你是在是吧 支撑位 比如说我是在什么10天线 比如说我是在20天线 我们30天线 这位是低息的 那么现在你可能亏损 也就不至很大 也有可能就三个点 可能就是5个点 我觉得就没有特别大的一个什么 一个担心的 但是你在这个位置最高的十几个点 是吧 你受不了的话 有些人可能我就 我就设置了10个点的一个止损需求 他跌到10个点 我就止损了 而当你止损数不定他随时就反了 但是整体来说 你看后排这些大跌的票 多有个特点 前期涨幅比较大 对吧 你比如说花创一信 前期这里升不出又不大幅的反弹 你看从这里启动 这里都是6块多 到这里10块多 他涨了差不多4块钱 4块钱多少 差不多70个点了 是吧 60多个点 65点 也就是从这里启动 这一波上涨 他涨了65点 所以他这里调整一下 我觉得很正常 就是从高位调整下来 我觉得很正常 也就调整十几个点 涨了60个点 调整十几个点 怕会涨 当然你在追高的那 当我没说 当我没说话 是吧 还有你像银河 银河他的走势 也跟前面这个一样 前高附近 你看 对吧 我一直强调大家 前高附近怎么样 前高附近减差了 那么他回踩下来 我觉得他回到低点 那么不就是好事吗 不就是我们机会吗 上车 对不对 上车 那么后期一反弹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走出一个什么 走出一个什么大反弹 那么走出大反弹 我们就获利了 所以第一位负利 就是我们可以潜伏 可以跟踪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能盲目去追高 不能盲目去顶 这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 整体来说 大金融里面的银行也好 证券也好 我觉得这里的调整 是非理性的 不正常的 那么很有可能是主力资金的一个什么 一个极端的洗盘 什么意思 通过杀压 打压全中股 估值期货赚钱 以后在估值期货 进行一个什么 一个平冲后 很有可能再突然一下子买进大金融 以拉动指数 你要反向收割的一个目的 其实这里大多数外资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基金的一个动作 我刚才开头就讲了 北上资金 主要是目前市场我们的上证 还有创业榜里面 我们的流资 现在是在北交所里面 所以他们都忙得不亦乐乎 赚到什么 只有我们的散户在默默的承受 这也就是A股当下的一个证捷 所以说 在这种制度 这种行情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我再次来提醒大家 尤其是党国朋友们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你仔细看一下号牌的票 你会发现今天号牌 你下跌的票 你发现没有 都几乎是属于高位的 前期涨幅比较大的 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 你一旦做错了 你损失很惨重 像这种票的话 对吧 在高位里要是接的话 你想想 连续几天 是大跌 你损失字幕很惨重 有人跟我说 我宁愿追高 我也不抄底 我也不低息 我说你说的是废话 如果你追高 追的是这一种票 你想想 你损失有多大 是不是 还有你看一下 今天很多高位 比如说龙马传媒 对吧 龙马传媒是在昨天 你看拉拉22块 今天16块 如果你在这个位置追高的 你想想 昨天 今天 这个损失有多大 你如果不割入的话 那明天再跌行怎么办 所以说这些人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在什么 在口嗨 口嗨 再次来提醒大家 低位的前逢 再怎么亏 再怎么亏 你也亏了多少 但是 如果你是高位的去追高的 你像这种类型人票的话 一旦做错了 一旦做错了 短期连续几个大跌 短期亏的损利 二三十个点 三十五个点 都是没得商量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环境下 那就是什么 叫损失常众 当然也不要怕 也没必要纠结 我觉得这个市场 资金确实是什么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规则在割韭菜 我们散户 唯一做的就是什么 咬住主线 低息就好 那么主线在那里 其实主线 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一个汽车 一个科技是吧 调整到低位了 在低迷还没涨的 我们去潜伏 你实在不敢去的 那么你去找什么低位的什么 比如说医药 比如说大金融方向潜伏 再怎么跌 再怎么跌 也亏不了多钱 顶多给你跌个十两个点下来 是吧 后面反弹了 我们就有机会获利了 也就会出逃了 但是如果你在高位去追这些 大涨过来涨了一倍两倍的 我告诉你 一旦你做错了 亏了你裤衩都没有 好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